那我们现在就用内积的性质来去处理一些问题 好看一下理题6 如果给我两个向量一个长度是2 一个长度是5 并且告诉我内积等于-3 它要我求这两组向量的内积 好我们先把题目抄下来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向量内积的分配率 我们把它一个一个去做分配出来 好而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那接下来就要利用刚刚的性质 第一个就是自己跟自己做内积 会等于长度的平方 第二个是内积有交换率 第三个是利用系数机跟内积之间的一个转换关系 去处理这个式子 那么就可以整理出来 A长度的平方减掉A跟B做内积 加上两倍的A跟B做内积 再减掉两倍的B向量长度的平方 而这里就可以去做合并的动作 整理出下面这个式子 那之后我们就把A长度的2 B长度的5以及内积的负3带进来 经过整理可以得到负的49 而这个就是我这两组向量内积的结果了 B长度的5分钟 B长度的5分钟